现场来关心的是高雄县的六归新发村 通往新开部落的新开桥在八八水灾当中被冲毁了 而国军也前往了新发村架设变道并且运送物资 目前情况如何我们先请翁重文告诉我们 重文 好了国军呢今天持续呢运送物资从这里呢 用流龙掉挂流龙的方式把物资呢送到这个新开部落里面 可以看到呢这一大清早呢就已经进行了这个运送部资一个任务 不过现在呢在这个溪谷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村民 还有一些人员呢可以挺进到这个新开部落 主要是因为呢漏夜了抢通了一条便道 不过这便道非常迷腻非常难走 那么现在里面的这个村民大部分呢都已经撤出来了 这个另外一大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有这个国军那么远远的可以看到呢 有他们在乘坐这个橡皮艇 那么主要因为这个方向呢过了这个桥溪流之后呢 那么往桥上走呢就是要通往宝兰这个方向 那么现在呢国军的一方面呢也透过这个橡皮艇 来运送物司 一方面呢也把这个国军的弟兄呢 用橡皮艇呢载到里面去 然后呢要挺进到这个宝来里面 那么宝来里面因为现在的整个状况来不是非常的明朗 那么主要先以运送物司为止 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这个开通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桥上有很多村民 他们在等待物资的一个补给 上面有很多的阿兵哥准备呢 陆陆续续要挺进到里面 一方面送物司 那么一方面呢也是要开路 以上是目前现场最近情形 镜头交往给彭内主播